温州的史先生买了一辆二手车 他说买的时候对方说车子没有出过事故 后来他找了一家公司检测 发现车子出过大事故 10月2号史先生通过温州光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买了一辆二手本田思域 总价58200块钱 史先生说买车的时候 他问过光顺的盐老板 车子有没有出过大事故 特地问我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出过大事故 他没有没有 最多最多就是那个刻刻刻刻刻刻一下 他这样说 车子开过去过户的时候 史先生仔细查看了车况 发现前档玻璃不是原装的 就是看那个标志 他没有那个本田标志 本来那个原装的玻璃都有本田标志 他这个没有本田标志 然后就说这个车子玻璃不是原装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不是原装呢 也很正常啊 什么东西从这上的石头啊 从上面掉了呢 都砸掉砸花了也有可能啊 虽然对盐老板的话将信将疑 但史先生因为当时已经交了部分车款 也不好反悔 车子开了几天 车况都不错 他就把尾款付了 可等到拿到机动车登记证书 翻开一看 史先生懵了 这辆车2013年在渠州首次登记 随后六年时间里 有过四次车主变更记录 最近的是一位林女士 史先生说 没想到这辆车几亿车主 他越想越不放心 就找了一家二手车鉴定评估公司做鉴定 结果这辆车的方向机空调泵 前挡玻璃排气管等都被更换过 史先生认为 那位盐老板故意隐瞒车辆的实际情况 他提出换车 但盐老板没答应 找到光盛二手车租赁的盐老板 他表示史先生是和车主直接交易的 他们只是帮忙过户 车款也是代收 合同上卖方签字的是吴某某 也就是原车主林女士的丈夫 这辆车是吴志伟的 我是帮他顾户的 然后到最后要选牌照的时候了 他说这个是四股车 他说你要叫车主少一点给我 不能说以这个价格 我说那可以 我就把车主电话打通 给他跟车主自己商量 然后他说少五百个他 他说保养一次 他说叫车主送我一次保养 我说保养我自己保养 你给我五百个钱我自己保养 那个是保养的钱 不是事故的钱 是这种意思 我那时候我那时候有记录 我知他们有记录 你当时知道这个车有事故啊 或者什么的吗 不知道 这个合同那你按说是他们 私下交易这个合同不是应该给这个车主吗 不是 那天 那这个车主他走了以后把合同留给我 他说要到这里来 我们说不清楚吧 如果没有合同 你的意思是这个合同还没有给他啊 已经给车主了 车主然后又拿过来 我们为他拿过来 他都 然后到公司来 我到这里来 我们说不清楚嘛 空白 说不清楚嘛 没有这个 跟谁说不清楚 跟他说不清楚嘛 史先生承认 交易当天车主没到现场 但他确实和车主方通过话 车主没说车子出过大事故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车主方 这个是我买老500过来开的 这个没钱都卖掉了 所以我买了就这样子 准备卖给公司里面的 公司里面价格出不起 后来他就是卖一个戴眼镜的那个 我一给他就 这个车是一个小瑕疵 然后去拉去货物 后来还要我少点 我一给他少500 吴先生觉得 他虽然没有明确说明 车子出过事故 但已经告知了车辆有瑕疵 而且在合同上也写明了 吴先生表示 会和史先生约时间见面 协商退车的事情 1818黄金眼镜中报道